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这是我后院今年种的四颗西葫芦 那么它们已经都进入了开始繁盛开花结果的阶段了 那么实际上我已经从这十株的西葫芦上面 分别各自都采收了一到两个西葫芦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我想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如何对西葫芦进行一个比较高效科学的修剪 进而持续的获得高质量的西葫芦的采收 那么在开始具体的介绍如何修剪西葫芦之前 我们先得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对西葫芦做一些必要的修剪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西葫芦的生长方式 我都是用了一个番茄的笼子 让这些西葫芦尽可能的往上生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葫芦的生长方式 这边呢,底部我已经在这棵上面 已经有采收过一到两个西葫芦了 这边还有一个挂果已经授粉成功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用番茄笼子的生长方式 我们看到西葫芦的一个主径 也就是主要的生长出这些西葫芦的果实的持果的这个逐境 是一个垂直向上生长的方式 也就是我尽可能的让这个西葫芦的生长是往上生长 那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开花 今天早上应该已经授粉成功的另外一个西葫芦 包括有一些粘掉的熊化的花蕊 那这样的情况 那么通过垂直向上生长的方式 那么我们使得西葫芦的叶片大量的不需要直接去接触地面 保证一定的通风 确保这个植株会比较健康 那我这边的是另外一个黄色品种的西葫芦也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径 因为这样的引导的支撑的方式 它的主径就不会贴地生长 垂直的向上生长的一种状况 那这中间的主干上有很多的效果 等待开发 我这边有两个已经授粉成功的黄色的西葫芦在棚大当中 那么作为西葫芦种植当中 如果你要后期能够持续的保证 有高效的产出 最核心的是两点 一个是防止西葫芦得病 那么通常西葫芦最常见的就是白粉病 那么白粉病的一个原理呢 基本上它都会是从这个主径的最底部的这些叶片 老去摔入的叶片 因为接触到地面的随着下雨也好 那么这种反射过来的土壤的一些真菌包子就会 白粉的包子就会能比较容易的清洗这些老的叶片 所以呢我们引出我们要 为什么要去做一些必要的修剪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通过修剪 降低植株感染真菌得白粉病的这种机会 那么从修剪的角度来讲 你需要的就是沿着这个主径的最底部的这些叶片 是你要第一时间逐步去修剪掉的那些摔叶老叶 或者是更容易接触地面的那种方式 因为我是垂直生长 我们可以看到它最老的叶片 我现在都是最老的叶片都是离开地面的 因为在这个龙圈的上面 所以它比较少的机会接触到这个土壤的表面 那么它感染白粉病的机会就减少了 当然作为修剪来讲随着这个植株的生长 我们看上部的这种粗大的叶片 这个光合作用的这种能力 已经保证这个植株非常健康的去生长 那么我们可以逐步对底部的相对老的叶片做一些修剪 底部的这些相对老的枝条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熊花的这个杆剪掉 不需要等它摔摆 包括最底部的我这边的最底部的枝叶 最接近这个主进根部的老叶旧叶 包括相对这个瘦弱的被光面的光合作用引导小的这些叶片呢 我们可以做第一时间的剪除 这是修剪的第一步 修剪的第二步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的 比如说像我前面的这株熄火炉 虽然它整体的主进沿着这个笼子在垂直往上生长 表层的叶片非常的繁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强壮的植株除了主进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侧根的生成 那么在这种第一个主要结果位的下方 接近地面的这些侧茎 我的一个建议也是尽可能的第一时间的摘除 这些侧茎茎呢 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比较靠近地面 它的辅助的这些叶片呢 都会比较瘦弱 光照也不太好 那么即使这些诱果挂果 那么很容易掉掉 也因为它在最底部很多时候可能受粉啊 蜜蜂啊这些都不能有效的去受粉 那么为了节约能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侧茎剪除掉 就是主进的部分能够持续的高效的挂果 那么我们把底部的这些侧面的各种瓷花 熊花 侧茎 侧茎都剪除掉 希望更多的能量给到最中间的这个主进的上面去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弱的熊花 也可以剪掉 因为这个中间部分有很多这个强壮的熊花 瓷果已经有了 整个通风就完全打开了 整个光合作用 包括蜜蜂很容易的能发现 中间的这些含苞带放的熊花 侧花 我们后期就完全不用介入它的 参与到这个受粉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对西湖的修剪 简单来说就两点 一个是剪除一些靠近底部的老叶 旧叶 第一时间的降低这个植株 通过接触地面土壤而感染真菌病 比如白粉病的这种可能 那么你的这个少得病 这个西湖的生长周期 营养的吸收 光合作用的效能都会大幅提升 那么你就会有好的一个产出 那么修剪的第二个部分 就尽可能的通过修剪 对于主生长近四周的叶片 撤枝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 确保整个植株的通风 能确保主进的这个获得更多的肢体 也能提升后期的植株的整个光合作用的效能 那么更容易的使得蜜蜂能发现你各种开花的这种状况 那么光照光合作用的效能提升 同时呢也能保证 受粉者能第一时间的去进行必要的受粉 那么后期我们就会获得持续的高质量的西葫芦的产出 那么今天简单的关于如何对西葫芦做必要的修剪的一个介绍 就到这里 那么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分享 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本频道 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订阶 notiz 没 có 福 ve 给 谢谢观看